都是地府惹的祸 不讲牛大宝 冠名古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第150章 魂西归来 范畴的家中 豆鹅正静静的坐在范畴旁边 狮神般的看着他 脚下匍匐着那只小白狗 吕布呢 翘着二郎腿坐在沙发上 面带杀气盯着外边 刘备在一旁呢 静坐闭目明响 泰山在院子里 敲敲打打 不知道在干什么 就在这个时候 躺在床上紧闭 双眼的范畴突然一个机灵 跟炸了尸似的 嗷了一声就窜了起来 直挺挺的站在了地上 好家伙呀 连身为厉鬼的豆鹅 都让他吓了一跳 慌慌张张的站起了身 下意识的退后两步 看着范畴在那呆呆发愣 但面色正常 眼中有神 分明是还魂了 先生 先生回来了 豆鹅上前试探性的叫了两声 这范畴才浑浑的睁开了眼睛 脖子更直的转了过来 看了豆鹅一眼 忽然就满脸欢喜的叫道 哎呀 豆豆 我真的回来了 我真的回来了 快让我试试 是不是真的 好啊 我来吓你 吓你试试 豆鹅笑音音的伸出了手 范畴已经扑了过来 一把抱住豆鹅 使劲的搂在了怀里 抱着他在原地转了两圈 这才呵呵一笑 试完了 看来过人是真的 我他妈回来了 这豆鹅轻轻的一挣扎 脸上红扑扑的 语带称怪的说着 先生总是胡闹 刚回来就没点正经的 吕布和刘备也闻声 跑了过来惊喜的叫道 哎 你回来的挺快呀 顺利波啊 事情办好了没 哎 你朋友为啥 没给你回来呀 范畴本来挺高兴的看着他 吕布这一说 他那猛然想起来 回头看着仍然躺在床上的花小新 啊不对 应该是顾小北 啊也不对 还是花小新 因为顾小北 还在地府呢 原来是答应好的 可是自己一时高兴过头了 居然把他给忘了 他刚才刹那之间所后悔的事 也就是这件事了 只是出道人间脑子有点乱 以至于吕布提醒之后才想起来 在地府中的经历 就如同一场惊悚电影 一幕幕的脑中回放着 这一场回忆 就如同一场梦境一般 似乎是那么的不真实 可却清晰的印在脑海里 他一边懊悔 一边赶紧伸手在兜里一摸 然后掏出了一个小小的紧囊 这才放了心 小鱼和花小新的魂都在这呢 要抓紧其余院 把他们的魂魄送回去 想到了这儿 范畴就着急了 正想立刻去救人 却又有一个问题 突然冒了出来 花小新的魂魄在自己这里不假 可现在是让他回去自己本来的身体 还是继续寄住在顾小北的体内 这可是个难题 范畴为难 想问问花小新吧 又不知道该怎么和锦囊里的花小新沟通 正在这时候 屋子里一道白光 芙蓉姐姐笑容满面的出现在了面前 蓉姐姐 你怎么才回来 魁佬呢 她已经走了 刚才跟我都说了几句话 所有才回来的 怎么样 这现在该解决的都解决了吧 你要怎么谢我呀 哎 蓉姐 我自然是感谢你的 不过我还有件事求你 你得帮我把他们放出来 送 再送回各自的身体里 这个好办 交给我就行了 那我们现在就去医院吗 哎 对对 就去医院 范畴转身 问刘备和吕布 哎 哥 我走了这么久 有没有人来咱家找麻烦呢 这么久 你才走了几个时辰 外边天刚黑没多久 卧槽 不是吧 我怎么感觉在穿梭的时候 好像过了很久很久似的 原来一共才几个时辰 吕布懒洋洋的说 对啊 中午排骨还没消化光呢 哎 你就知道吃 哎 其实这样最好了 省在家里出事我都不知道 哎 蓉姐 咱们先走 服中姐姐指了指 屋子里躺着 躺着 顾小北的身体说 那他怎么办呢 你有什么打算吗 范愁一拍脑门 可不是 现在他算是彻底的没了魂了 花小新还魂归体之后 他就真成了一具尸体了 到时候没法处理不说 自己家院子外头 还蹲着好几个警察呢 这非得出事不可呀 不过范愁仔细一想 事宜至此 不能再让花小新 回来做顾小北了 他早晚还是要做回自己的 不如趁此机会 快刀斩乱麻 至于顾小北 他本来就已经是个死人了 哎 吕哥麻烦你个事 晚上我指不定回不来了 你看着到了后半夜 就上那个人的身 然后悄悄的出去 注意千万别人发现了 走的越远越好 随便找个派出所 公安局什么的 你就把它一扔 自己回来得了 范愁说的自己 心里都不落人 可又没办法啊 让顾小北死在公安局门前 或许是最好的办法 人民警察总不会不管吧 吕布一搓牙花的一摇头 你咋那么败家呢 好好身体 不要给我得了 怎么说扔就扔呢 残疾人你也不放过吗 吕哥 有那个闲工夫 你跟逗逗好好学些 看看肉身是怎么练成的 别老想着不劳而获 哎 容姐 咱们走 这范愁和芙蓉姐姐 匆匆而去旅 不责走到了床前 歪着头看顾小北 叹了口气 长得还是凑合的 哎 可惜了了 范愁怀揣着锦囊赶到了医院 走进病房一看 夏冰携椅子旁边的护卫床上 正在打瞌睡 小鱼呢 自然是静静的躺着没动 身上挂着输液瓶 脸色昌白是荣艳憔悴 范愁心中难过 却没叫醒夏冰 把锦囊取出 回身看了看芙蓉姐姐 以目视矣 芙蓉姐姐接过的锦囊 轻轻拉开了绳扣 心中默念小鱼的名字 锦囊中立刻就有一道白光射出 缓缓地化成了小鱼的形貌 范愁心中激动 但见小鱼却是一副 痴呆呆的样子 神情茫然地打量四周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啊 他在地府中 很可能被抹去了 在地府的回忆 现在估计以为 自己是在做梦呢 等一会儿醒来 千万别提之前的事 就说他遇到车祸 昏迷了一天就好了 范愁一点头 这样其实最好了 什么都不知道 省了许多的麻烦 芙蓉姐姐轻轻在小鱼耳边说 小鱼小鱼 还不醒来 更待合适啊 话音一落 他用力推了小鱼一把 小鱼伸的往前一扑 刚好就扑在了自己的身上 瞬间就消失不见了 病床上的小鱼 在这一刻脸上 似乎闪过了一丝红润 却仍然躺在那儿没有反应 哎 这这这怎么回事 不 怎么没醒啊 你别急嘛 这是正常的 魂魄归体要有一个适应的阶段 现在我们先去放另一个 等一回来 他多半就已经醒了 接下来俩人又出了门 好在不用远走 因为隔壁就是花小鱼的病房 范愁手里小心地攥着锦囊 走到病房门前 想去敲门 想了一想又缩了回来 把脑袋贴在门上的窗户上 往里边看 花小鱼不比小鱼 可以说 可以说近就近 万一人家里有保镖什么呢 还得多费口舌 先了解一下谁在里边 待会儿呢 也好盘算着怎么说 这间病房里边人倒不多 除了躺着的花小鱼 只有两个穿着黑渗衫的人 坐在一旁 一看就是保镖 这倒也不难 范愁毕竟去过他们家 跟花小鱼的老爹也打过交道 包括一些保镖也是认识范愁的 进去让他们给花建盒打个电话 汇报一下 多半就通过了 但是这范愁正要伸手推门 就见花小鱼床边 忽然出现了一个黑衣小挂的小孩 头上戴着个小小的夸皮帽 脑袋后梳着一小辫子 脸色煞白 眉心一个好小红点 正在那看着花小鱼 眼神里流露出垂脸 贪婪 嗜血 第151章 你给我进去 范愁一看 窝了个糙 他不加思索 一脚踹开了门就冲了进去 非常显然 这个出现在花小鱼床头上的分明是个小鬼 看他那个眼神 自己再来晚一步 他一会就要了花小鱼当夜宵了 他刚冲进来 两个保镖反应相当快 配合也默契 一个上来抓范愁的胳膊 另一个给范愁来了个腿瓣 范愁眼镜里只看见了鬼 心里却只想着抓鬼 没留神这俩人 集中生智 躲了上边没躲下边 扑通一个大马啪就趴在了地上 就这么一耽搁 范愁趴在地上再一抬头 那个小孩低着头 看着他黑黑一笑 露出满口血白的痒 然后神情中突然露出了一丝不安 往后退了两步 就那么消失在了墙角 范愁一翻身拱了起来 气得抬手 罩着半倒自己那家伙脑袋上就来了一巴掌 骂骂咧咧的骂道 你骂了个脖子 你眼睛长到屁眼上去了 你扮我干什么呀 知不知道你家少爷床前刚才站了个什么玩意 差点出事 你知不知道 那保镖还想动手呢 但一听范愁说的话再仔细一看 认出来了 这不是曾经帮花少爷收魂那些人其中之一吗 俩保镖都傻了 慌慌张张往花小新的病床上一看 但什么都没有 一个人苦着脸对范愁说 真是不好意思啊 我们还以为你不是好人呢 那个是不是刚才有个鬼啊 是有鬼 有两个大头鬼 站你们俩旁边半天了 说完他也没搭理这俩人 走到花小新身前仔细一看 花小新除了脸色不太好 没有什么异样 哎 容姐 你看怎么样 没什么问题吧 哎 事呢 没什么事 不过我们来的还是挺及时的 刚才我看那个小鬼 非比寻常 似乎很凶的样子 没事就行 抓紧时间吧 容颜 他们俩自顾自的研究着 那俩保镖都下坏了 一个劲的问 哎 兄弟 你跟谁说话吗 这 你别吓唬我嘛 我们胆小 犯愁看了看他们说 别害怕 我找到你们家少爷魂魄了 这就给他还魂 待会别大惊小怪 等他醒了 通知他老爹 该咋办咋办 然后就没我什么事了 俩人一听这话 脸上顿时喜出望外 那太好了 你忙你的 我们一定不乱动 我们就看着 不说话 范愁好意提醒 哎 我看你们还是到门外等一会吧 这玩意儿呢 对普通人来说 可能会有一点小惊吓 那可不行 我们俩有人物 换班的不来 不许离开这屋 这是董事长吩咐的 那算了 你们待着吧 不过千万别出声啊 惊走了魂魄 你们俩罪过就大了 那个容姐 开始吧 芙蓉姐姐拿着锦囊点了点头 也在心中默念花小新的名字 同时拉开了绳抽 微笑着等待花小新出来 可是念了好几声 锦囊里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芙蓉姐姐心里奇了个怪 继续念 可又念了几遍 花小新还是不出来 哎 怎么回事 芙蓉姐姐一摇头一脸疑惑 黑白无常又是没骗咱们 他应该在那边啊 怎么没反应呢 哎 花小新 范图有点急了 眼看就要成功 可千万骗出什么差错啊 他上前从福中姐姐手里 接过了锦囊 使劲摇晃了几下 然后对着锦囊 打开着口大声喊 花小新 你妈喊你回家吃饭了 你怎么给我赶紧出来 芊蓉喊了几嗓子 仍然没回应 范图急了 对着锦囊又喊 花小新 你他娘子在不在里边 你出个声啊 你不出来 你啥意思啊 福中姐姐忽然说 先别喊了 我来看看 这范图把锦囊又递了回去 福中姐姐把眼睛一凑 贴在锦囊口往里边仔细一看 看了一会儿又对着灯光看 最后噗哧一声乐了 他在里头抓这个东西噗出来 范图一听心就来气 拿着个锦囊上下左右一顿摇 摇几下喊几声 最后无奈把锦囊口朝下 使劲往下抖了 狠狠的说 我让你不出来 我让你不出来 那拉保镖都看惊呆了 有这么招魂的吗 范图抖了几下之后 还想把锦囊扔地用脚踩呢 想想还是作罢了 万一把花小新踩死就不好玩了 不过就这么一抖了 估计花小新也是抓不住了 一刀白光从锦囊里 刺溜一下就钻了出来 掉在了地上 顶经一看 果然是花小新 范图插着个腰 邪愣眼看着花小新 你压了你都别出来 里头好玩吗 还是有美女 花小新此时居然还穿着在地府 抢的那身衣服 搭着个脑袋 愁眉苦脸 老大 我还回去当顾小北好不好 不好 你都亲自去地府找小鱼了 还当什么顾小北 你跟小鱼在锦囊里这么久了 你别告诉我 你什么都没跟他说 你怎么没失忆 小鱼是被抓走的 咱们是闯进去的 所以黑白无常不能抹去 我的记忆 哦 花小新看了二人几眼 我跟小鱼都说了 他开始不信 后来我把跟他在一起的事 都说了一遍 他才相信 我是费了半天的口舌 结果刚才这位姐姐说 他回来就失去那段记忆了 你说我岂不是白跟他说了 范囚一听也挠头 哎呀 这他妈还真是个问题 那你就白费劲了呗 哎对了 你跟他说我是他哥了吗 哎十多年没见了 他都不认识我了 听到这个事实也会很惊讶吧 花小新有点不好意思 嗯 老大 这个我忘了说了 我就说我跑到地府救你 然后 忘了提你了 那你 你这个瘟灾的白眼狼 啊 你 哎 范囚一声哀嚎 自己自白做自作多情 结果人家压根没提自己 嘿 较有不慎呢 哎 算了算了算了 反正你说了他也不会记着呢 不过你还是乖乖的回到身体里 以后呢 你还是花小新 什么都不用管 也不用多想 对了 我得告诉你 以后估计你也找不着顾小北了 顶多明儿早上 他就去他该去的地方了 你 你啥意思 去什么地方 火葬场 哎 我还有好多事想做呢 苍天 花小新一脸的苦逼 其实在他的心里啊 早已经把自己当成了顾小北了 在这段日子里 他也习惯了新的生活 尤其是每天都能和小鱼在一起 那才是最幸福的日子 从这一点来讲 他觉着吧 穷苦的顾小北 比高富帅的花小新要好得多 所以此时一听顾小北要去火葬场 从此就真的烟消云散 那心情就跟他自己去了火葬场一样 心里别提多难受了 好吧 你再痛苦也已经无法挽回了 这可怎么办 你老老实实做你自己吧 借着别人的身体有什么意思呢 就像我 如果要是借了你老爹的身体 你成天国我叫爸爸 我虽然听着挺美 但是我心里不得劲 我问你 你确得不确得 行了别废话了 你那俩保镖都快绿了啊 龙姐 给他送回去吧 芙蓉姐这次出来 就像乖巧的小猫 范畴说什么他做什么 此时笑眯眯的答应了一声 对花小新说 你自己进去 还是我推你进去 这 我能先去看看小鱼吗 我怕他回头又烦我 你有点出息吧 都有勇气去地府去救小鱼了 难道没有勇气 从头儿再追小鱼吗 芙蓉姐姐有些来气 这话都是让花小新眼前一亮一点头 对啊 我连一操地府我都去了 我还怕他妈了个拨啊 来吧 姐姐你推我一把 我不会还回 很简单的 只有躺上就好了 然后你就 芙蓉姐姐话没说完 花小新连连点头 低头看了病床上的自己 苦笑一声 慢慢俯下身 一边还对范畴说呢 别忘了回头 把顾小北的吉他给我拿来 我留个纪念 正说到这儿 病房的门忽然轻轻被人推开了 紧接着一个人探头探脑的出现在那 俩保镖已经处于无意识状态了 光看着范畴自己在那里站着 对着空气说话早都吓完了 反倒是花小新 此时是魂魄状态直觉敏锐 一听门响 下意识地回头去看 却顿时满脸喜色 同时还带着一丝惊讶和不解 诧异地叫道 顾小北 这范畴和芙蓉姐姐也都愣了 急忙一回头 果然 顾小北煮着个拐 一脸紧张地站在门口 正在往屋子里打量 这 他是怎么来的 范畴一跺脚 心说这不添乱吗 眼看着花小新 原本就要归体了 此时却脚步移动 往门口跑去 范畴手机眼快 一脚踹在了花小新的屁股上 你给我进去吧你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 都是地府惹的货 第150151章的故事 感谢各位的收听 咱们休息几分钟 稍后继续播讲